大家好 現在來介紹m7這個和弦的按法 m7這個和弦一共有四個組成音 分別是根音 以及從根音算起來的小三度 還有根音算過去的 完全五度 還有根音算起來的小七度 以A這個音舉例 A作為根音的話 Am7會包含了A 以及A的小三度 就是C這個音 還有A的完全五度 就是E這個音 還有A的小七度 就是G這個音 所以 A C E G 這四個音組合起來 就是A-7 在吉他上面要彈出A-7 有幾個原則 你可以注意的就是 不管是任何音程 像是大三度小三度 五度音七度音各種五度音各種七度音 在吉他的紙板上面 都有他固定的相對位置 我們只要記住這些相對位置 很快的就可以找出所有的m7 就不用一個和弦一個和弦去慢慢的死倍了 現在我在 吉他的第六弦第五格上面 找到這個音是A 把這個音作為根音 他的小三度 會是在這個相對位置 我們之前在講簡易的 小和弦的時候已經有提過 現在來說他的 五度音 A的完全五度音 是在這個位置 食指按的現在 改用食指來按A 他的完全五度是我無名指按的這個位置 第六弦 接下來是小七度 第六弦這個音A 是根音 他的小七度就在 同一格 但是他跳一根弦 就是到了第四弦 這樣子 我可能會用無名指跟小指 或者是 中指跟無名指 都可以 A 這個是A 根音 跟他的 小七度 但實際上在彈奏的時候 五度音常常是被省略的 所以我只要彈 根音 小三度 我現在用食指來彈 按小三度 然後小指 來按住 這個小七度 無名指 按根音 這三個音彈出來 就有Am7的感覺 G 當然這個型如果你移動到別的位置 像如果說 根音是G的話 我現在 以這個音為 為根音 G 一樣的形態 相對的小三度位置在這邊 相對的小七度位置就改到這裡了 所以形狀是一樣的 你可以用這個形狀按遍所有的 m7 有一些奇怪的 有升降記號的音 比較不好推算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形直接對上去 像是降B 如果你遇到一個和弦是 降Bm7 你不用推根音 是降B 小三度是哪個音 完全五度小七度一個一個音 慢慢去推 這樣很慢 所以注意看喔 我現在移動到 這個音是 降B 直接把相對的小三度跟小七度按上去 這樣就是降Bm7 這樣就是降Bm7 現在 我想要讓其中一個音 把它拉高 我用的是三度音 把這個三度音 再高一個循環 會到我的右手十指所指的這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 其實是同一個音 所以這是小三度的話 這也是小三度 所以我現在要用這個高音的小三度 取代原本的這個比較低音的小三度 所以注意看喔 更音是現在在我左手十指按的這邊 這是更音 然後這個是 小七度 然後這一個是 小三度 我只要按這個更音 小七 小三 這樣 就是 m7 所以我可以用十指按更音 中指按 小七度 無名指按住小三度 然後右手就要注意 我只撥這三根弦喔 這也是A-7 那由於這個最低音到 最低音這個更音到 整個和弦的最高音這個小三度 它的音域已經超過了一個八度音 相對於剛剛那個 小於 音域小於八度音的 Close Voicing 這個音域 比一個八度音還寬廣的 這個和弦的聲音表現法 叫做 Open Voicing 所以Am7如果更音在第六弦的話 有兩種按法 Close Voicing的Am7 Open Voicing的Am7 你也可以用這個形來按其他的像是 Gm7 Fm7 或者是像 降Am7 蠻快的 只要記住這個兩個行就可以了 Gm7 Gm7 如果你要把他的五度音彈進來 有一個位置是蠻方便的 就是這個位置 注意看喔 更音 在第六弦 的第五格 同一格的第二弦 這個音就是第六弦 這個更音的五度音 所以注意看喔 這是我的 現在只用右手的十指來指 這個是更音 那他的小七度會在 同一格 的第四弦 他的小三度在同一格 的第三弦 五度音 在同一格的第二弦 都擠在同一格裡面了 蠻方便的 所以彈起來就是這樣子 Am7 我也可以用拇指來 勾住更音 好 現在來討論 更音在第五弦 的時候的 m7 我們就用D 第五格 第五弦的第五格 D這個音 來作為更音 他的小三度 一樣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之前講 這個簡易的 小和弦的時候有提過 所以是更音 注意看我十指按的 這個是小三度 一樣的 我現在小指按的這個是 小七度的相對位置 我把手先鬆開 看一下我用左手 食指所指的這個位置 是更音的話 右手的食指所指的這個位置就是 小七度 然後搭配這個小三度 搭配這個小三度 這樣按起來這個就是 更音在第五弦上的m7 5度音被我省略了 這個是D所以是Dm7 另外如果你想把五度音彈進來的話 可以這樣看 這個是更音 他的五度音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能 同時按住這個音 他就會有五度音包含在裡面了 我可以這樣彈 我用無名指按住更音 食指按住小三度 小指 按住小七度 然後用 中指 按住五度音 就是一個Dm7 Dm7他也一樣有 Close Voicing 剛剛這個就是Close Voicing Dm7 再來Open Voicing的Dm7 我一樣把食指 所指的這個小三度 高一個循環 回到這裡 注意看喔 我現在所指的這兩個 兩個食指所指的這個相對位置是 相同的音 所以我的食指 左手食指按的這個是小三度的話 右手食指所點的 這一個 是高音的小三度 所以回來看看這個D的更音 我用食指按住D的更音 中指按住D的小七度 然後無名指或小指 可以按住 這個小三度 高音的小三度 這樣就是Dm7 所以Dm7有這樣的按法 Open Voicing的Dm7 或者是Close Voicing的Dm7 Dm7 我們用這四個按法 就是分別是更音在D6弦的時候 有兩種m7 以及更音在D5弦的兩種m7 這樣一共四個彈法 是我最常用的m7的彈法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Dm7 M8 M8